在汉武帝的宏伟宫殿深处,史学家司马迁正躊躇满志地继承父亲魏晋的事业,誓言要完成一部穿越时空的历史巨著,他的足迹遍布神州大地深入古籍的海洋,历经艰辛,终于筑成了史记这部永恒的传奇。 然而,命运对他并不仁慈,因为一次因缘际会的辩护,他惨遭汉武帝的急行之苦,但这丝毫未能摧毁他的意志。 在《史记》的篇章里,秦国的统一是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故事之一,司马迁以其独特的视角揭示了一个从周朝流传下来的预言。 他预告了秦国最终将统一六国的命运,这段预言,他在不同的篇章中重复提及了四次,显示了他对这个预言的重视和对历史的严谨态度。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司马迁不仅是个记录者,更是个见证者,他通过《史记》与我们对话,告诉我们关于勇气、智慧与命运的故事。 那段关于秦国的预言,不仅预示了历史的脉络,也反映了司马迁对于命运的深刻思考。 在这段历史的重塑中,我们可以设想司马迁与当代学者的对话,他们围绕这个预言,展开激烈的讨论。 学者们或许会质疑预言的真实性,而司马迁则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,为他们解开历史的谜团。 通过这样的方式,我们不仅重温了历史,也赋予了他新的生命,而在司马迁遭受不公之后,他的坚韧不拔和对历史的热爱成为了后人敬仰的对象。 《史记》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,更是司马迁不屈不挠精神的体现,在他的笔下,历史不再是简单的年代记载,而是一幕幕栩栩如生的故事,引人深思。 这个预言预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,揭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统一国家的诞生。 同时也预示了一个霸主的崛起,历史证明秦朝的崛起和统一六国确实符合了这个预言的预示,但是在五百年的等待期间,人们对这个预言充满疑惑和不解,甚至认为它只是一段无稽之谈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个预言的成真,却让人们对历史和未来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。 秦国崛起的故事,不仅是一段传奇,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。 它告诉我们,在历史长河中有很多奇迹和神秘的力量,它们或许不可思议,但却真实存在,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坚定信仰。 追寻真相,用智慧创造属于我们的未来,那么接下来,就让我们详细去看看这句预言吧。 在古老的时代,这片土地上居住着专须的后代,他们与周王朝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然而,周幽王宠幸美人包四,导致犬戎的入侵,周王朝的都城浩金被毁,王朝陷入了危机之中。 幸运的是,秦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,并挺身而出,秦妃子率领秦人帮助周王室养马,因而被封在秦帝,成为了周王朝的附庸国,秦国的都城设在秦义,与周王朝之间存在着和而别的关系。 在这个背景下,秦国成为了周王朝的监视后盾,尽管周王朝面临着犬戎的威胁,但秦国挺身而出,与周王朝一起抵御外敌,秦国的努力得到了周王朝的认可和赞扬,成为了周王朝的重要盟友和附庸国。 这段历史向我们展示了,历史的演进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王朝的努力,而是众人的智慧和努力的结晶,时光荏苒,秦国逐渐崛起,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帝国。 然而,秦国的兴起是建立在周王朝的基础之上的,这段历史的故事性让我们深刻认识到。 历史的发展不是孤立的,而是一个个人,一个国家的相互作用的结果,随春秋时期,诸侯争霸,群雄并起,秦穆公是当时的大贵族,他继承了家族的权势,成为了秦国的君主,他采取了开疆拓土的政策,先后征服了周边的敌对部族,使得秦国日益强大,秦穆公一生都在不停地征战。 而最终的目标是西州的统治,尽管周王朝已经不再是中央集权的王朝,但他依然是华夏文明的象征,占据着重要的地位,秦穆公决定发动攻势,他先派出使者向周王室提出了诉求。 但是,周王室对秦穆公的诉求置之不理,这令秦穆公非常愤怒,他决定动用武力,于是率军进攻周王朝,经过多年的战争,秦穆公最终打败了周王朝,成为了中原地区的霸主。 他把周王朝的秦民赶往边疆,结束了周王朝的历史,这场胜利让秦国成为了中原地区的霸主,也为后来的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。 然而,秦穆公的征战也让中原地区饱受烽火系诸侯之苦,给后来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。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司马迁所提及预言的四次表述。 其中第一次提及是在《周本纪》中,周太史丹对秦穆公说,史周与秦国河而别,别五百载复合,和十七岁而霸王出焉。 第二次提及是在秦本纪中,太史丹仍然对秦穆公说了同样的话,第三次和第四次分别在《史记封善书》和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》中,在这两个章节中,司马迁再次使用了同样的语句, 且尤为突出之后的赫十七岁而霸王出焉。 每当我们需要强调一件事情的时候,都会数次用同样的语句描述该事情,这样来看。 司马迁的用意其实非常明显,突出秦朝建立的必然性,太史丹之所以会对秦宪公说史周与秦国河而别, 主要是因为秦国立国与周孝王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据悉在公元前905年,即周孝王6年,秦妃子因为羊马有功,被周天子分为附庸国,制度于秦义,好于秦营。 此时周和秦国处于何而别的状态。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别五百载复合,公元前821年,秦庄公顺利打败了西荣,被周宣王封为西锤大夫,继而到了周平王东迁市。 秦湘公曾派兵护送过周平王,这使得周平王感动不已。 于是他将秦湘公封为诸侯,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秦国正式变成了一个诸侯国, 等到秦穆公时期,秦国顺利称霸西荣,占据了原本属于周人的老地盘、周园,变成了春秋五霸之一。 此后在公元前256年和公元前249年,秦国又相继灭了西州国和东州国,将周朝土地收归自己所有。 所以太史丹才说出了别五百载复合,预言的最后一句和17岁,而霸王初焉则是映在了秦王嬴政的身上。 公元前256年这个时候,正好是在秦王嬴政亲政的17年前,嬴政上台后,清除了吕不韦等人,继续历经图治,任用王俭,白旗等大将,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六国统一战争,经过十年的努力,再消灭了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,其六个大国和其他一些小国后,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。 在公元前221年称帝,史称秦始皇,不难发现,秦国从一开始的建立到后来吞并二周,最后一统六国都符合了太史公记载的这个预言,这个预言的真是与否,现在已经不可考证。 但是所谓和久必分,分久必和,经历过春秋战国的大乱时候,秦国统一天下,确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 秦国由于统治阶层信奉法家思想,一直采用严刑郡法的方式统治百姓,加上秦始皇的暴君形象深入人心,焚书坑儒更是遭到了几千年的批评。 因此对于秦王朝的历史地位,以及秦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挥的作用,一直被各种批判生掩盖。 但是,看待历史时,我们不应该用一个偏颇的视角去看,秦朝的统治确实是残暴的,不论是对底层百姓的压迫,还是统治者追求个人享受而肆意意识民力。 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,后来秦朝也可以说是被农民起义给推翻的,秦始皇更是一心追求长生不老,胡乱迷信方数,使得那些方式可以肆意妄为,后面发现自己被欺骗后有大范围坑杀方式。 其中很多普通儒生也遭了罪,为了更好的统治百姓,他还下令把孔子、孟子等人的书尽数烧毁,不准百姓私藏。 这无疑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巨大破坏,所有这一切都是秦朝的问题,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,不能抹杀秦朝为我国大一统地建立立下的功绩,在春秋战国时期。 可以说每天都在打仗,百姓连生存都很困难,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国内的战争才彻底结束,内部稳定之后,百姓才能正常生活,社会也才能继续发展。 秦始皇结合法家思想,一手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,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格局,可以说是中国以后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。 郡县制度的设立更是极大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,有效避免了地方诸侯拥兵自立。 郡县制度的设立是非常消失, Misty。 感谢观看